9月2日晚 周深在音乐园计划 正先第三期 演唱了歌曲《等你》 这次挑战的是唱跳舞台 五股慵懒的舞步 帅气的造型 情绪拿捏到位 不仅歌声充满魅惑与慈性 而且舞姿也非常性感与律动 周深不断挑战自己 作品完成度依然非常高 太棒了 有请周深带来《等你》 投票通道正式开启 节目播出三期 周深演唱了四首歌曲 四首风格都不一样 综合实力简直太全面了 不知道还有什么 是他不会的 周深发博说 不知道谁每年给我立的唱跳KBI 在承受与创作的歌曲《等你》当中 完成了 小兵想说 如果是这样的唱跳 那请在后面的每一场演唱会上 都来一遍 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事情 北京卫视及其旗下众多 官方微博均转发了这个舞台 让人一度怀疑 这个节目是在北京卫视的 九月一日这个周末 周深不仅有最高检 未成年人检查干净曲 奉时光与你上线 还有音乐原计画中的《等你》舞台播出 更有周深 央视频中秋晚会谈版直播 周深个人有近17分钟输出 全程笑量不断 元气满满 当周深遇上东北话 东北的开始叫原仙 东北的坚强叫皮士 东北的显摆叫嘚瑟 东北的舒服叫得劲儿 东北的角落叫嘎啦 东北的挑拓叫 聊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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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的寻找叫 撒摩 撒摩 那如果用东北话唱找朋友 撒摩 撒摩 撒摩朋友 各位网友朋友们在现场周深有创作出来了一首新的歌曲 就是找朋友东北版 对不起 周深冒犯了儿子 找啊找啊 找朋友 能不能挑几句贵州话吧 来一下 哎呦 我觉得湖南话会更有味儿一点 像这种要求我这辈子没见过 开始 那这个他差不多 姑娘就开色 然后湖南开开 湖南话怎么说 我觉得湖南话会更有味儿一点 我认湖南话会更有味儿一点 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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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 差不多 哈哈哈哈 唠叨 嗯 湖南话是 nolibasso go nolibasso go 制作一点 错误 规言话 错误 错误 我们那比较有 唯一是 对得做检讨 错误对了 哎呦我看你真的哦 特别帅气 可以 还行还行 错误就是错误 嗯 湖南话是错误 嗯 东北的显白 显白 怪话怎么说 显白 显白 反正我们叫嘚瑟 嗯 暗不足 暗不足 哎呦 主歌有掌声 赶紧呱唧呱唧 看周深采访和直播都莫名的神星愉悦 这就是周深的魅力 最后说一下周深在9月1日上线新歌 奉时光与你大家听了吗 这也是最高人民检察院继我的答案后再次和周深合作推出的又一概念许 正如最高人民检察院所说这是一首时光戏曲也是一首守护乐招 诉说着检察官将心比心护航少年成长的深厚情感 他的规格之高 各位极为罕见 最高检新闻办公室 最高检未成年人监察厅 监察日报社指导 最高检新媒体监察日报社 追光工作室监制 正义网络传媒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联合出品 而所要表达的更是实下社会最为关注的未成年人的成长六大保护 共同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决心 如果说人民监察概念曲 我的答案唱出了四大监察和未成年人监察的职能和概念 那这首《奉时光与你》则是对其中 未成年人监察的详细描述和美好愿景 我的答案被赋予中央宣传部第十六届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 期待奉时光与你也能获奖 同时想说 我的答案很少有舞台能唱现场 而奉时光与你则不同 估计很快就会有现场了 期待 每个人在上面唱的时候一直是非常好 一唱完 最后一个音刚落 大雨 然后周深上 周深现在顶着雷子 本来以为是萧静腾 没想到周深出来了 那个雨也下越深 群也下越深 大家好 我是歌手周深 我又来了 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了 又一次陪大家过中秋 其实周深来到我们总台秋晚 已经有第五次了 对 真的是相当深厚的缘分 那先来说一说 今年跟前面的四年 有什么不同的感受 我觉得不同的感受 就是首先我们换了一个地方录制 然后换了另外一首歌 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无论是哪一年的中秋晚会 都是非常漂亮的舞美 非常漂亮的节目 和非常就是让人有很温暖的节目吧 所以我觉得很开心的就是能够在秋晚陪伴大家过中秋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 对 其实我们大家都挺卷的现在 我们总希望这一次比上一次更好 对 所以这一次 不管是你的着装 还是其他的准备方面 自己做了哪些巧思 能不能提前透露一下 我觉得有一个特别 我自己都很激动的一个合作吧 对 就是因为今年刚好是咱们跟法国建交60周年 然后我这次呢 跟法国非常著名的钢琴艺术家 去演唱中国经典的故事 经典的爱情故事 这样一种缠绵啊 然后像吸水涓流一样的这种 这种陪伴和温暖 我觉得是非常荣幸的 更重要的是 也带出了我们网友 特别关注的一个视角 你看巴黎奥运会刚刚结束 我们的中国建设取得了非常棒的成绩 太棒了 对 更重要的是以毛球混双比赛 对 您一定关注到了 金牌的获得者 黄亚琼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我有一个小愿望 就是想去看你十周年的巡回演唱会 分享一下这故事有续集吗 有 就后面就是有邀请他来看演唱会 对 来看南京的 而且很荣幸的是 他说他之前就有在努力地抢到票 去看到了成都场的 所以我觉得自己作为一个歌手 很幸福 可以在很多时刻去陪伴大家 尤其就无论任何人 只要能够陪伴到我觉得都是歌手非常幸福的事 然后像亚琼妹妹 她告诉我 她在备战的时候 包括在所有准备训练当中的时候 她都有听我的歌去陪伴她 包括去飞往巴黎的航班的路程当中也去听 我就觉得真的很幸福 就能够这种陪伴就很幸福 就像秋晚一样 所以是陪伴大家过中秋 没错 周深您一定要知道 我是上夜班的 我的节目是在晚上 我每次下班的时候 自己开着车的时候 真的是要听着你的歌 会解压一整天直播的疲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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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非常之一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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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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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一说我都不知道 接下来该怎么会相夸奖了 那时候我就不知道 接下来怎么说话了 但是